台湾地区选举只是中国的一个地方选举 选举结果丝毫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基本事实 也改变不了台湾必将回归祖国的历史大势 选举结束之后我们看到 18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支持中方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这充分说明一个中国原则已经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如果现在还有人纵容支持台独 那就是挑战中国的主权 如果个别国家执意与台湾地区保持官方关系 那就是干涉中国的内政 我相信大家迟早会看到一张国际社会遵守 避重原则的全家府的照片 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台独分裂行径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破坏性因素 要真正维护台海和平 就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台独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越有利 台海和平就越有保障 我们的政策很清晰 就是继续以最大的诚意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我们的底线也很清楚 那就是绝不允许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 台湾岛内谁想搞台独 必将遭到历史的清算 国际上谁要纵容支持台独 必将引火烧身 自食苦苦 海峡两岸骨肉相连 民族根脉不可分离 所有炎黄子孙 所有龙的传人 都应当秉持民族大义 共同反对台独 支持和平统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